《田庚记》改编自若言的小说《重生小地主》 讲述了现代姑娘莲妈儿因差洋错误入古代农村 遇见了憨厚老实的年轻男子沈诺 两人不打不相识 从而牵扯出一段携手种田 八家致富 制斗极品亲戚的搞笑故事 作为国内首部以田园农耕生活为背景的古装剧 剧组先后考察了十余个古村落 最终选定了技嘉寨作为拍摄地 从最新发布的预告片和剧照来看 整部剧都弥漫着一股大自然的清爽气息 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稻田 青瓦屋檐下的竹边灯笼 极富传统农耕气息的画面 让人一秒穿越回到原生派的江南古运送村 虽然没有以往古装剧中精美考究的福化道 和富丽堂皇的布景 望眼望去全是穿着粗布麻衣的古代百姓 反而呈现给观众一种独特的人间烟火气息 群演都是当地质朴的农民 本色出演也保证了故事的原汁原味 主演曾顺兮和田欣威想必大家也不陌生 一位是莲花楼中热血善良的方小宝 一位是花叫喜事中冰雪聪明的李玉胡 曾顺兮有着极具辨识度的五官和清蒙可人的亲和力 尤其是他少年般的笑容 简直能把观众的心都融化了 初到八年来 曾顺兮无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颜值从来没有掉过线 从终极笔记中温润如玉的小三叶无邪 到迦南传中重情重义的进军侍卫李迁 再到《我可能遇见了救星》中霸道温柔的院长陆昭熙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本剧中 曾顺兮饰演的沈诺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玩 虽然失去了美颜滤镜的加持 但清秀的五官依旧没有让大家失望 尤其是眼神中流露出的纯真与质朴 就像从原著中走出来的男主一样 剧中的沈诺是一个吃苦耐劳 老实本分的青年 独自经营着几亩田地 生活虽然不富裕 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由于没有什么心眼 她的这份家产 一直被不怀好意的亲戚惦记 直到女主莲曼儿的出现 她的人生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田熙威可以说是国民心尽甜妹 在《清清日常》中 她饰演了可爱贪吃 善于经商的李薇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本剧中 莲曼儿是一个乱入古代农村的现代姑娘 虽然一开始回到农耕时代极为不适应 但经历过高科技文明洗礼的她 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用乳之地 在她的帮助下 男主不仅喜提大丰收 两人还一起开办了葡萄酒庄 实现了发家致富 和笑里藏刀的亲戚 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从颜值来看 两位大眼仔的组合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演技方面 真希望田兮威不要右眼成傻白田的人设 毕竟从花轿喜事的口碑来看 她作为一番的待剧能力 还有待提高 希望这次不要辜负曾顺兮的演技 当然 除了两位主演 本剧的配角阵容也不可小觑 既有爱丽娅 王建国这样的终生代实力派 也有新泽 李墨芝 杨芝瑩等人气演员 整体阵容相当有保障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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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